第1,221章原来,是神佛金刚掌,虽然比我修炼的神佛金刚掌不知道强大了多少倍,但其本源力量依旧是神佛金刚掌,这绝对是有人把神佛金刚掌给完善得更加强大了。 一星成看着面前的光头和尚大展神威,几乎是压着那个恶魔道主打,不由得一脸惊喜。他怎么会掌握神佛金刚掌,他就是神佛吗?只有神佛,才能把这门掌法给完善得如此强大。 轰,叶星成当即施展自己那初始版本的神佛金刚掌轰向这个恶魔道主。当然,他的神佛金刚掌太弱了,他也没有那么强大的佛力,更没有道主的境界,所以他这一掌的威力直接就被恶魔道主给无视了。 事实上,叶星成也没有想过要用这一招来重创这个恶魔道主,他只是想要展现给身边的这个光头和尚看。 嗯,不得不说,叶星成的确是让这个光头和尚吓了一跳。 神佛金刚掌,不对,这是最原始的神佛金刚掌,一横一边攻击面前的恶魔道主,一边传音给叶星成,他有些惊讶地问道, 一界的强者,你怎么会神佛金刚掌?这也是我想要问你的。 叶星成连忙传音道,我诞生的小世界叫做战神大陆,我的神佛金刚掌是我们战神大陆一位佛门大师神佛传下来的。 这位大师,请问你跟神佛有关系吗? 还是说,你就是神佛,阿弥陀佛,一横文言满脸高兴地说道,我们佛门最讲究因果缘分,没想到这世间真有如此缘分。 不瞒道友,贫僧的师尊便是神佛,而且贫僧听师尊说过,他就来自一个叫做战神大陆的地方。 对了,贫僧还有一位好友叫做北海战神,他还没有说完,叶星成便激动地说道,没想到神佛就在这个世界,实在太让人激动了,你说的北海战神我也听说过,是我们战神大陆几千年前的一位战神。 对了,我叫做叶星成,敢问大师名号。 我们叶家也有两位战神,叫做九幽战神和星成战神,不知道他们是否在此。 原来小友是九幽前辈的后代阿,一横文言,顿时倍感亲切,看向叶星成的目光,也越来越友善了,他继续说道,有些可惜了,九幽战神和星成战神是继神佛之后最早成为道主的强者,他们后来踏上了混沌星空古路。 原来如此,那还有其他几位战神呢? 叶星成将一些战神大陆传说中的战神名号说来,他现在可以确定,这些战神,还有神佛,应该就是从战神大陆雷池那里的空间通道过来的。 一横一边攻击面前的恶魔道主,一边继续给叶星成讲解那些战神来到了魔云大陆的事情。 当年,但凡是战神大陆的战神,都从雷池那里的空间通道来到了魔云大陆。 不过在一开始的时候,战神大陆的战神实力弱,并且寡不敌众,一来到魔云大陆就被拉去做奴隶,做矿工了,总之日子过得很惨,有的甚至被残忍地杀害。 这一点叶星成可以理解,毕竟那群战神虽然在战神大陆无敌,但是来到这边的时候,都是一星战神,最多也是二星战神,在魔云大陆这样的大世界,肯定是垫底的存在。 甚至,在魔云大陆有上等人和下等人的划分,上等人便是魔云大陆的援助居民,他们是本地人,实力强大,势力强大,自然高高在上。 而下等人,便是从战神大陆来的战神们的后代,还有一些从其他小世界过来的人,这些外来者,就是下等人。 在魔云大陆,下等人几乎都是被上等人奴役,日子很凄惨,连生命都无法保证。 毕竟,魔云大陆是一个邪恶的大世界,不像神域大陆那样,最起码还有正道门派的存在。 这样的日子,一直持续到了神佛到来,不得不说,神佛的确是一个精彩绝艳的人,他在战神大陆的时候便已经晋升到了三星战神,再来到魔云大陆之后,很快就达到了七星战神。 这之后,他的实力提升得很快,一直突破到了道主境界,带领下等人开辟了佛国,给一众下等人一个安稳的生存地。 在此期间,九优战神、星辰战神等战神大陆的战神接连到来,他们跟随神佛战斗,打下佛国的基业。 这其中,有的战神陨落了,有的晋升道主,再后来踏上了混沌星空古路,去更高层次的混沌大陆了。 神佛则是为了守护佛国,便一直留下来了。 如今,佛国除了神佛之后,便只有一横还有北海战神这两个道主存在。 真是不可思议啊,叶星辰听完之后,非常感慨,虽然他没有经历过那样的日子,但是他知道,在这个邪恶的大世界,要打造出一个佛国这样的光明圣地,那需要经历多少可怕的磨难。 要知道,这个邪恶的大世界有九位邪恶的道主,这些都是神佛的对手,可想而知神佛这些年面对的是多么庞大的压力。 当真不愧是神佛,当初给我们战神大陆带领光明,如今又给魔云大陆带来希望。 叶星辰由中帝敬佩道,一横也是一脸的敬仰道,师尊他就是我的信仰,是他指引着我走向光明。 看得出来,神佛在他心目中的地位很高,超越了一切。 一横大师,我有一朝震魔印传给你,你仔细感悟。 忽然,叶星辰似乎想起了什么,不由得眼睛一亮,连忙将震魔印的功法传给一横。 一横一开始没有在意,毕竟他不认为叶星辰一个十二星战神能够传授给自己什么厉害的绝学,但是当他看完震魔印之后,顿时被惊呆了。 叶星辰笑着说道,这是我们那个大世界一位佛门大能创出来的,专门镇压这些恶魔邪灵的佛门绝招,最适合大师你这种强者使用了。 这位佛门大能恐怕不比神佛差多少了。 一横惊叹道,随即他满脸洗色的参悟震魔印,以他道主的境界,再加上他本就是佛门,几乎片刻之间,他就掌握了震魔印。 空,一横掌握了震魔印之后,直接拿面前的恶魔道主使招,结果仅仅一次,就把对方打得吐血倒飞。 更可怕的是,那震魔印形成一个个佛门符号,笼罩着这个恶魔道主,继续镇压着他。 该死,这是什么鬼东西?恶魔道主惊恐愤怒道,是要你命的东西,一星辰打出焚天酒势,和一横一起杀向这个恶魔道主。 趁你病,要你命,第1222章半部大道主。 恶魔道主在虚空雷神和夜星辰的双双天火领域之下,本来就被削弱了三成战力,再加上一横现在掌握了震魔印,他就更加不是对手了。 更何况,还有一个实力不弱的夜星辰在旁边夹击,所以这个恶魔道主很快就被打伤了。 道体虽然坚硬无比,但是这些恶魔道主天生就被佛门力量和天火力量克制,而震魔印更是他们克星中的克星。 所以,可想而知,这个恶魔道主完全不是他们的对手,被一横彻底压制住了。 照这样下去,这个恶魔道主必死无疑了。 雪地,雪王,救我,这个恶魔道主开始求救了。 其实,附近的邪恶道主都看到了他的情况,但是没办法,他们都被对手给压制了。 无论是虚空雷神,还是受阻道主,都完全压制了他们,他们自身难保,哪里有功夫来救他。 哼,关键时刻,一声冷哼传遍了整个世界,在场的道主,都是心中一阵,一个个震惊的瞪大眼睛。 下一刻,一片雪红色世界,笼罩住了整个魔云大陆上空。 虚空雷神和夜星辰的天火领域,在这片雪色领域面前显得不堪一击,被轻易覆盖了。 在雪色的领域之中,那些邪恶的道主顿时恢复实力,并且一个个实力大增。 相反,夜星辰他们在雪色领域之中,则一个个实力被削弱了五成。 砰,扑,实力被严重削弱,一横被对面的恶魔道主轰飞出去,夜星辰更是被打得吐血而飞。 削弱三成实力便让那些邪恶道主大败,现在夜星辰他们被削弱了五成实力,那就更是不堪一击了。 怎么回事,这种雪色领域太恐怖了。 夜星辰震惊到,他实力本来就不如道主,一下子被压制了五成,那还打个屁啊。 尽窥旁边有一横在,不然他就准备跑路了。 此时,虚空雷神,兽祖道主他们也都震惊不已。 一横却实面露笑容道,这是雪祖的雪色领域,看来师尊已经阻止了雪祖融合天道,不然雪祖是不会出现的。 果然,下一刻,一道金色的领域横扫而来,将蒙照住夜星辰他们的雪色领域逼退,与对面的雪色领域对持着。 魔云大陆的修炼者们,可以清晰地看得到,在苍穹之上,一片金色的领域和一片雪色的领域,各自占据了半边天空,互相对持。 却红色的领域之中,一位身穿雪红长袍的中年男子,不知道什么时候出现在众人的视线里。 他站在一众邪恶道主的前面,那些邪恶道主看向他的目光都充满了敬畏和崇拜。 他就是雪祖,而在夜星辰这边,一个普普通通的光头和尚,穿着白色的僧袍,盘膝坐在虚空之中,双手合十,佛光普照。 这就是神佛吗?看起来好平凡啊! 夜星辰感到很奇怪,他曾经畅想过神佛有多么伟岸,但是眼前的神佛,却显得很平常,就跟普通寺庙内的和尚一样。 就连他身边的一横,都要比神佛看起来更像似佛门大能。 但是神佛身上的那股超然的气息,却是让夜星辰不得不相信,眼前这个普普通通的和尚,便是曾经战神大陆赫赫有名的神佛。 饺子,这两个人很强,我估摸着他们已经达到了半步大道主的境界。 虚空雷神不知道什么时候来到夜星辰身边,传音说道,夜星辰心中一颤,半步大道主,这是令他仰望的境界。 他知道,虚空雷神非常厉害,但也只是达到小道主巅峰而已。 半步大道主,那已经超越了虚空雷神了。 恐怕也只有达到这个境界,才能融合天道,老祖我数十万年的努力,一招化为流水,神佛,你这个死秃驴,我发誓,此生若不杀你,必当事不罢休。 突然,一道最为恶毒的话语,从学祖的嘴里突出。 中围风云变色,无边的雪浪翻滚不止,可怕的雪色领域,不断地冲撞着金色领域。 神佛盘西坐在虚空之中,催动金色领域,任凭学祖的雪色领域冲击,他都微额不动。 此突驴,我不光要杀了你,我还要灭绝你的徒子徒孙,灭杀佛国所有生灵。 雪祖愤怒的大吼,您知道自己的实力只能跟神佛持平,但是雪祖依旧不断地调动雪色领域冲击着,发泄着心中的怒火。 在场的所有人都能够感受到他的愤怒,几十万年的努力,就差一点,就要成功了。 虚空雷神一连幸灾乐祸地说道,也难怪他这么愤怒,如果没有我们的到来,他恐怕真的可以成功,成为第二个无情道道主。 夜星辰笑着说道,那说明我们来得巧,忽然,雪祖冰冷的目光扫向夜星辰他们。 还有你们这群外来者,如果不是你们,这个死秃驴也不会有机会阻止我融合天道。 雪祖看向夜星辰他们的目光,充满了沸腾的杀气。 夜星辰,还有兽族的道主们,都是心中凛然。 他们知道,这一次和雪祖结下死仇了。 毕竟,阻止别人融合天道,寄生大道主,这个仇恨太大了。 说是仇恨死海也差不多,但是他们没得选择,他们必须这么做,否则等待他们的,便是流落宇宙虚空,甚至是死亡。 阿弥陀佛,神佛终于开口了,他淡淡地看着对面的雪祖,雪祖,上天有好生之德,大道意识留有一线生机,你等魔道灭杀无数生灵,却是断绝了这一丝机会,这才是你失败的因果。 据你马的因果,若非你运气好,当初你来磨云大陆的时候,我早已经在融合天道,无法腾出手来,不然早就灭了你,岂会放任你成长到今天这一步。 却祖怒骂道,几十万年的努力化为流水,别说他本来脾气就不好,就算再好的脾气,此刻也发狂了。 空猛龙,面对着雪色领域的不断冲击,神佛如同泰山一般微额不动,他淡淡说道,你我实力相持,谁也奈何不了谁,不如就此罢手吧。 你说罢手,老祖偏不罢手,却祖怒吼着,他还在那里发泄,神佛淡淡说道,马上混沌星空古路就要开启了,以你我的实力,完全可以去一闯混沌大陆,何必留在此地。 你个死突驴,若非你阻止我融合天道,老祖我寄生大道主之后,自然会去闯混沌星空古路。 学祖怒骂道,乌弥陀佛,事到如今,学祖你又何必耿耿于怀? 神佛叹息道,夜星辰暗暗发笑,他估计学祖要被气疯了,事实上学祖真的疯了,他不断地轰击着金色领域,与神佛对抗。 当然,这种结果就是谁也奈何不了谁,彼此只能干瞪眼看着。 第1223章搬迁,魔云大陆上空,学祖操控着血色领域,和神佛的金色领域不断地对轰着。 他显然恨死了神佛,哪怕明知道奈何不了神佛,都不愿意罢守,依旧在发泄着心中的怒火。 在场的道主也都能够理解,毕竟几十万年的谋划,一招化为流水,换成是谁都会疯狂的。 这家伙还真是厉害,血色领域一出,敌人的实力就要被削弱一半,实在太恐怖了。 叶星辰看着对面的血祖,一脸心悸。 如果没有神佛抗衡血祖,他们这边的人加起来,估计都要被血祖吊打,根本不是对手。 甚至除了虚空雷神之外,其他人连逃都逃不掉。 半步大道主的实力,让叶星辰感受到了巨大的压力。 简然,想要在魔云大陆这个世界安顿毫补天教,他还得继续提升实力,起码得成为道主才行。 毕竟,神佛不可能保护他一辈子,半步大道主便如此恐怖,真正的大道主,那就更恐怖了。 驱空雷神在旁边探道,我有把握在半步大道主面前逃走,但却没把握从大道主手里逃走。 小子,你赶紧进升道道主境界,你我联手闯混沌星空古路才有生存的几率。 前辈,我也想快点寄生道主啊,叶星辰一脸苦笑,就在这个时候,对面的学祖终于罢首了,他似乎已经发泄完怒火,或者已经冷静下来了。 毕竟,他跟神佛的实力相识,谁也奈何不了谁。 而且,他们两边的道主数量也差不多,就更加无法分出胜负了。 此突驴,今天先饶了你,我们的账,有的是时候清算。 角祖大喝一声,带着那些邪恶道主离开了。 一片血色领域卷着他们远去,目标竟然是通往神域大陆的空间通道。 夜星辰等人一愣,不过随即根本没当回事。 倒是神佛要急着赶过去,不管是魔云大陆,还是神域大陆,他都不希望一个大世界被那些魔头占据。 神佛前辈,不用在意,我想他们很快就会回来了。 夜星辰连忙阻止神佛,笑着说道, 巧有事,神佛打亮着夜星辰,目光有些惊讶,我在你身上感受到了神佛金刚掌的气息,而且还是最原始版本的。 前辈,我来自战神大陆,当年有幸得到您神佛金刚掌的传承。 对了,星辰战神便是我的祖先。 夜星辰笑着说道,原来如此,神佛恍然大悟,继而叹道,小友来迟了一步。 星辰道友和九优道友,已经在七千年前,结伴去闯混沌星空古路了。 希望他们能够成功抵达混沌大陆。 夜星辰点了点头,神佛微笑着问道,我看小友年纪轻轻,应该不足一千岁,不知道战神大陆如今是什么样子。 一切都安好,神佛您留下来的苦行僧一脉也都安好。 夜星辰笑着说道,就在这时,学祖驾驭着自己的血色领域,从那条空间通道内迅速出来了。 他有些气急败坏地怒吼道,你们这群混蛋,原来是自己的世界被人融合了天道,马德,一群废物,你们这么多人都无法阻止吗? 夜星辰苦笑,无情道道主把神域大陆压制得太厉害了,直到要成功的时候,才稍微松懈了一下,让虚空为神他们寄生道主。 但是那时候,无情道道主已经融合天道达到九成了,已经根本无法阻止了。 不得不说,比起无情道道主,这位学祖还是略逊一筹。 当然,这也跟这个世界有神佛有关,如果神佛在神域大陆,或许无情道道主也没法融合天道了。 只能说学祖太倒霉了,遇到了一个精彩绝艳的神佛。 怎么,假有,你们那个世界也有人融合天道,神佛听到学祖的话语,不由得惊讶道,夜星辰苦笑道,是啊,而且他已经彻底融合了天道,最多几十年就能彻底掌控天道了,已经无法阻止了。 我们也是没办法,才不得不找到这个世界,希望可以带着门下弟子来到这个世界定居。 神佛文言面色肃然道,如果你们没地方去,可以来我们佛国,我们一起对抗学祖,也更有把握。 多谢神佛道友,几位受祖道主文言,不由得连忙感谢,他们非常清楚,如果没有神佛对抗学祖,他们即便联合起来,也会被学祖吊打的。 当下,几位受祖道主,还有夜星辰他们,都纷纷回归神域大陆。 趁着无情道道主还没有彻底掌握天道之前,将门下弟子带到摩云大陆这里来。 学祖一方都是冷眼相看,他们虽然想要阻止,奈何神佛就坐镇在这里,学祖来了也没有用。 不久后,五大受祖族族群,还有补天教,甚至是天仪道春秋门等等大门派,都纷纷搬迁到了佛国来了。 基本上神域大陆的大门派,十星战神以上的强者,都通过空间通道,跟随大部队过来了。 这么一来,佛国自然装不下,就只能扩大地盘了。 这样的结果,便是学祖和神佛又在天空中打起来了。 结恶道主门也和叶星辰他们厮杀,但是双方发泄了一番之后,还是得罢手,因为谁也奈何不了谁,打来打去都是平手。 最终,学祖只能默许了佛国的扩充。 值得一提的是,地狱、天魔殿、剑宗、神剑堂、生死门这些与叶星辰为敌的门派,在进入魔云大陆之后,就立马倒向了学祖一方。 绝族感受到神佛一方的势力大增威胁,也就收下了这些小弟。 两方势力瓜分了魔云大陆,呈现一种对驰的形式。 叶小友,正位是北海战神。 佛国,一座古朴的宫殿内,神佛给叶星辰介绍北海战神。 久仰大名啊,叶星辰看着面前的北海战神,心中感叹不已,这位和神佛一样,都属于战神大陆传说中的人物,没想到今天有缘得见。 哈哈,叶小友,没想到你们叶家继九幽和星辰之后,又出现了你这位战神,当真是兴盛啊。 北海战神笑着说道,如今的战神大陆,肯定又是你们叶家独霸天下,对吧? 叶星辰知道北海战神是担心自己的后代,不由得笑着说道,北海前辈,你们海家也一样很兴盛,对了,我有两个海家的好友也过来了,他们是你的嫡系后代。 说吧,叶星辰直接传音给第一封的海兵,海风两人过来。 第1224章天节降临 海兵以前是海家神子,海风则是海家圣子,他们当初是和无毛鸡一批来到神域大陆的。 只不过他们没有叶星辰混得好而已,后来加入了天机楼,得到了叶星辰的帮助,这才双双晋升到了七星战神境界。 这次搬迁,他们也跟随叶星辰一起过来了,毕竟对于这些故人,叶星辰自然不会把他们留在神域大陆冒险。 奇怪,叶星辰怎么突然叫我们,海风收到叶星辰的传音,便和海滨一起飞过来了。 他心中有些好奇,毕竟,他们如今跟叶星辰的差距太大了,没什么事情的话,他们已经很少能够见到叶星辰了。 当然,这也是因为叶星辰太忙了,急着提升实力,晋升到主,没时间跟朋友们交流。 急什么,等见到了叶兄,自然会清楚。 海滨淡淡说道,比起海风,他依旧很沉稳。 海家来神域大陆的一脉,都是由海滨指掌,他就是家主。 海风也很服气他,只是他们此时还不知道,自己的老祖宗北海战神就在这个世界。 叶兄,叶兄,两人外入大殿,马上就看到了叶星辰,不由得纷纷打着招呼。 但就在此时,背对着他们的北海战神转身了。 嗡,看着那熟悉的面容,海滨和海风都呆愣住了。 北海战神虽然是他们的老祖宗,在他们出世的时候,北海战神已经早早离开了战神大陆。 但问题是,像北海战神这样的老祖宗,海家自然有雕像,画像留下来, 所以他们两个海家的嫡系子弟,自然不会对北海战神的容貌感到陌生。 老,老,海风反应过来了,叫了半天都没有叫出来。 这实在是太震惊了,交失了几千年的老祖宗,忽然出现在你面前,换谁都会震惊的。 更何况,北海战神还是他们心目中的信仰,以前所崇拜的对象。 老神万老,一旁,看着他们发呆的夜星辰,不由得笑骂道,给你们介绍下,这位是神佛前辈,你们肯定久仰大名。 这位一恒大师便是神佛的弟子,而这位,就是你们的老祖宗,我想你们已经认出来了,他正是北海战神。 神佛,北海战神,海风和海滨再一次惊呆了,见到老祖宗已经让他们震撼了,现在又来了一个消失了一万多年的神佛,简直太震撼了。 看你把两个小家伙给吓得,也不提前跟他们打个招呼。 神佛笑着摇摇头,对于夜星辰的恶作剧有些无语。 北海战神此时有些激动,他打亮着面前的海滨和海风,满脸笑容地问道,你们叫什么名字? 根本不需要相认,他作为两人的老祖宗,早已经通过血脉之间的联系,发现这两人就是他的嫡系后代。 老祖宗,我,我叫海风,海滨见过老祖宗,海滨和海风连忙跪下行李,这可是老祖宗啊,活生生的老祖宗,他们爹妈来了,都要去。 下跪。以前他们在战神大陆的时候,每年都要祭拜北海战神,现在倒好,直接见到本人了。 好了,不必多礼,北海战神连忙扶起他们,他孤家寡人这么多年,难得见到两个嫡系后代,心情特别的高兴。 神佛,义衡,叶小友,我们晚些再聊。 北海战神跟夜星辰他们打了声招呼,便迫不及待地带着海滨,海风两兄弟离开了。 夜星辰能够理解他的心情,目送他们离去。 随即,夜星辰向神佛请教道,前辈,您在摩云大陆这么多年,不知道是否得知光明天火的消息。 神佛和义衡都见过夜星辰施展出天火领域,而且是那种八大天火领域,震惊的他们,自然也明白夜星辰想要得到最后一种光明天火。 让小友失望了,我们没有在摩云大陆发现光明天火的存在。 神佛摇头探道,他能够感受到夜星辰的强大潜力,如果夜星辰能够快点进声道主,那么对付学祖就平贴一分战力了。 更何况,夜星辰也是来自战神大陆,而且还跟他有缘,他当然希望夜星辰变强。 无碍,夜星辰苦笑了一下,随即摇头道,如今我已经没有什么危机,这个摩云大陆也有钱被挡住学祖,我完全有时间自己冲击道主境界。 神佛微笑道,小友也不必太失望,我看得出来,小友是有大气韵之人,或许光明天火很快就会属于你。 那就借前辈吉言了,哈哈,夜星辰笑着说道,他没有当真,毕竟光明天火哪有那么容易获得。 接下来,夜星辰趁机向神佛请教,神佛对他并没有藏私,将有关道主,甚至是半步大道主的境界,都跟他仔细说来。 这一番请教,着实让夜星辰受益匪浅,他感觉自己的眼界多大增了,整个世界一下子扩大了许多。 回到第一封后,夜星辰立马盘西坐在剑树下闭关,消化神佛的指点。 与此同时,古天教也正式在佛国内扎根下来,开始建立门派城池,开始与佛国内的大大小小势力建立联系。 那些来到这个世界的神域大陆各大势力,也都纷纷开始融入这个世界。 而一些神域大陆的巨头们,则纷纷开始推演道主境界,以期望可以冲击道主境界。 毕竟,在这个世界,他们可以安全地冲击道主了,再也不用担心会被神殿、圣殿的殿主给扼杀了。 时光悠悠而过,转眼便是七十年,而在道界内,则已经过去了七千年。 剑术下,夜星辰缓缓睁开眼睛,一双漆黑的眸子,透发着闪亮的神光。 原来如此,这就是次元一道,这就是终极剑道。 夜星辰终于明悟了,得到了神佛的指点后,再加上到界内的七千年感悟,他终于悟透了次元一道。 轰猛龙,随着夜星辰一步踏出道界,第一封上空天雷滚滚,一股恐怖的结尾笼罩而下,这所有人的灵魂都在站立。 是天结,有人惊呼道,乌毛鸡,孙无为,子雪他们一个个都飞了出来。 当他们看到天结下的夜星辰,不由得瞪大眼睛,一个个都是满脸惊喜之色。 教主要寄生道主境界了,一小子终于突破了,我就说嘛,就算没有光明天火,他也能够依靠自己踏入道主境界。 我们补天教终于要有一个道主了。 补天教的众人兴奋不已。 第1225章道主,第一封上空的天结,引起了整个魔云大陆的沸腾,一个个强大的存在,都将目光投向了此地,一道道强大的神念都在天空中交流着。 对于夜星辰这个人,无论是来自神域大陆的强者,还是魔云大陆本土的强者,都不会感到陌生。 在神域大陆,夜星辰就打遍道主之下无敌手。 在魔云大陆,夜星辰能够抗衡恶魔道主。 这样的一个天才,在没有成为道主之前就那般强大,现在他一旦成为道主,会有多强? 众人都心中好奇,当然,也有一些心怀不轨之辈,不希望夜星辰晋升道主,比如说和夜星辰为敌,已经投靠邪恶道主那边的天魔殿殿主,生死门门主,地狱死神等等。 甚至就连那些邪恶道主,也不想看到夜星辰晋升道主,毕竟夜星辰的天火领域对他们的克制力太强了,一旦夜星辰成为了道主,那对他们的克制力就更恐怖了。 不过,第一封处于佛国,而神佛就坐镇在佛国,那些邪恶道主他们即便再不想看到夜星辰晋升道主,都只能眼睁睁看着,根本无法阻止。 至于那些受阻道主们,不管他们心里面什么想法,只要还想在佛国混,都不敢得罪神佛,自然也只能干瞪眼看着。 终于等到这一天了,总算没有让我失望,驱空雷神看着第一封的方向,不由得露出了笑容。 棍盾星空古路非常危险,他希望夜星辰能够跟他一起,现在夜星辰终于有这个资格了。 夜家的这个后辈真是精彩绝艳,听说故族千岁便踏入了道主境界,这资质太恐怖了。 北海战神惊叹道,从海滨和海风那里,他得知了夜星辰的一些经历,所以对他的天赋也就非常了解。 我们战神大陆人节地灵,呵呵,神佛微笑道,看到自己家乡的后辈成长,他感到很欣慰。 夜道友没晋升道主之前都能抗衡道主,一旦晋升道主,恐怕就直接是道主巅峰,比知雪族的雪弟丝毫不差。 异恒说道,如今邪恶道主那边,以雪祖为首,剩下的道主之中,最强的便是雪祖的儿子雪弟,也是道主巅峰。 他们这边虽然有一个虚空雷神,比雪弟略强一些,但虚空雷神和他们的关系并不是那么好,可不会为他们战斗。 但是夜星辰不一样,同样一个家乡出来的,这才是自己人。 夜道友拥有八种天火,一旦成为道主,简直就是天生克制那些邪恶道主,雪弟也不会是他的对手。 北海战神说道,陈佛和异恒都点了点头,虚空雷神也是道主巅峰境界,而他却比雪弟厉害,原因便是他掌握的两种天火克制雪弟。 由此可见,掌握八种天火的夜星辰,那对邪恶道主的克制力就更加恐怖了。 可惜找不到光明天火,否则一旦九大天火合一,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变化。 神佛探道,尤其是光明天火,那可是一切邪恶力量的克星,有了他,甚至我都有把握压制雪祖。 光明天火的诞生太奇迹了,只能看缘分。 北海战神摇头,就在此时,第一封那里传来了真儿欲聋的轰鸣声。 轰鸿鸿,是天结在披项叶星辰了,道主的天结非常恐怖,第一波便是无数道神雷一起轰击下来, 数不清的雷电淹了这片世界。 然而,这并没有什么卵用,夜星辰早已经练成了道体,强大的身体让他不需要抵挡,便轻松挡住了这些天结。 说到底,这天结都是魔力巨头的,而他练成了道体,实力都能与道主抗衡了。 北海战神摇摇头,这天结对夜星辰没什么效果,夜星辰很轻松就撑过去了,那些暗中关注这里的强者。 一个个都怒瞪口呆,这简直滑了狗。 尤其是兽足的五位道主,当初他们可是被这天结给批的重伤,差点没命,最后还要被神殿殿主和圣殿殿主追杀。 现在看看人家,轻松自在就度过了天结,踏入了道主境界。 想想都觉得不甘心,真是羡慕极度恨啊,太弱了,夜星辰背负着双手,沐浴着天结的洗礼,满脸遗憾。 本来,他还想借助这天结的力量磨练道体,没想到这么弱。 他这想法若是被别人得知,恐怕会郁闷死。 那些巨头看到天结的威力这么恐怖,都在担心自己是否可以度过天结。 他倒好,还嫌弃天结太弱了,我终于达到了道主境界了,道体虽然没什么变化,但是我的境界已经超越了战神。 夜星辰用心感悟着自己此刻的境界,他第一个发现的便是自己的次元一道,已经彻底被他掌握了,在他的眼里,面前的空间是那么的熟悉,那么的清晰,仿佛和他融为一体了。 次元一道一旦被掌握,那么瞬移的距离,以及速度,都是极快的。 在速度上,夜星辰可谓是超越了强大的道主。 而且,次元一道和终极剑道融合起来,威力也非常强大。 终极剑道代表着强大的力量,而次元一道代表着速度,将速度加附在力量上面,自然让攻击力倍增。 夜星辰感觉自己现在的攻击力比之前增强了近百倍,这已经远远超过受足的五大道主了,恐怕虚空雷神都要比他差一点。 毕竟,同样是道主巅峰境界,见到强者的攻击力本来就强大,何况夜星辰这个特殊的存在。 真是强大的感觉啊,我终于站在了大世界的巅峰,就算面对学祖、神佛这样的半部大道主,我也无惧,至少他们奈何不了我。 夜星辰心中感慨,此时此刻,他感受到自己前所未有的强大。 当初从罗兰王国走出,成就战神,站在了战神大陆的巅峰。 如今,他晋升道主,站在了大世界的巅峰。 又征服了一个世界,若兰,我马上就要去混沌大陆,我距离你更近了,等着我。 夜星辰脑海中浮现一道熟悉的倩影,混沌界,这是他的目标。 虽然他不知道混沌大陆跟混沌界有什么关系,但至少可以确定,他们之间有联系。 第1226章三大分身。 空,一股强大的气息,忽然传遍整个魔云大陆。 所有人都是一惊,因为他们正在关注夜星辰,可以确定这不是夜星辰的气息,而是从神域大陆空间通道那里传来的。 夜星辰此刻早已经把自己的气息收起来了,毕竟他现在已经回到第一峰了,不能在这里释放出气息,不然除了孙无为他们,其他人都要被他的气息给震死,等级差距太大了。 嗯,夜星辰抬头看向通往神域大陆的空间通道,那里传来的强大气息他自然也感应到了,而且还有些熟悉。 等会儿再跟你们聊,我先去看看,夜星辰跟无毛鸡他们打了声招呼,顿时飞上高空。 此时,神佛他们都已经朝着那里赶过去了。 从这股气息的强度来看,至少是道主巅峰。 夜星辰感受到了这股气息的强大,所以非常震惊。 神域大陆怎么会还有一个道主巅峰? 神域大陆那边现在连十二星巨头都没有了才对,要说道主的话,估计也只有那位融合了天道的无情道道主。 而对方是大道主,不是道主巅峰。 更何况,别的世界的大道主,是无法进入魔云大陆这个世界的。 魔云大陆的天道是不会允许别的世界的大道主进来。 饺子,有点奇怪啊,那边居然还有一个道主巅峰。 驱空雷神也飞过来了,皱着眉头,夜星辰摇头道,我也不知道,不过这股气息有点熟悉。 熟悉,这股气息看起来很邪恶啊,跟那些邪恶道主倒是有些类似。 驱空雷神一愣,随即说道,截恶,夜星辰闻言瞳孔一缩,难道是他? 怎么可能,这时候,众人已经看到了那位强者,当夜星辰看到那个人的模样之后,不由得大吃一惊,孙杰。 面前的那位强者,赫然便是当年圣殿的弟子孙杰,拥有恶难罪体的超级天才。 不过他在争夺圣殿传人的时候,败给了疾风。 后来进入神药园之后,夜星辰变再也没有看到他了。 本以为孙杰已经被无情道道主给杀了,没想到他不仅没有死,而且还把恶难罪体熬到了大成境界,寄生了道主,一跃成了道主巅峰的存在。 是他,怎么可能? 这时候,寿族的五位道主也认出了孙杰,不由得纷纷惊呼。 学祖不认识孙杰,不过他能够感受到孙杰身上那浓厚的邪恶气息。 不由得满脸笑容道,这位道友,看起来我们是一路的,不如去我那里做作。 我们一同论道,如何? 神佛等人脸色一变,他们这边刚刚增加了夜星辰这个道主巅峰,现在学祖就要拉人了, 显然是感受到了压力。 但不大道主,孙杰看了学祖一眼,目光微微一宁。 学祖的强大,他是一眼就能看出来了。 不过,孙杰并没有答应,他看向了夜星辰,眼前的这些人当中,他也只跟夜星辰熟悉, 而且当初是彼此都尊敬的对手。 夜星辰,没想到你也踏入了道主境界。 孙杰现在也是道主了,自然看出了夜星辰的境界。 夜星辰笑道,你不也是,呵呵,对了,神域大陆那边现在什么情况? 孙杰文言脸色沉重道,赵不凡,疾风,吴宇宙他们都疯了, 在雪祭整个神域大陆,无数生灵全都惨死,一个都没有留下来。 我也是因为在黑暗深渊闭关,熬过恶难罪体的最后一关,这才保住了一命。 什么,夜星辰脸色一变,五大寿族道主的脸色也不好看,雪祭神域大陆,这得多么疯狂啊。 而且,赵不凡他们居然还活着,怎么可能? 呵呵,雪祭整个大陆,那边的道友还真是有魄力啊,这会让他的实力更强一分。 却祖一脸羡慕之色,夜星辰瞥了他一眼,看他这幅情况,估计当初若是让他成功了,这家伙不会也要雪祭魔云大陆吧? 这些魔道的人真是疯狂,幸亏神佛阻止了他。 轰,轰,轰,就在此时,三股强大的气息突然从神域大陆那边的空间通道传来。 不一会儿,赵不凡,吴宇宙,疾风三个人便出现在众人的视线里。 与此同时,三股强大的气息笼罩整个魔云大陆。 半步大道主,学祖瞪眼看着赵不凡三人,夜星辰也震惊不已。 因为赵不凡三人都是半步大道主,赵不凡,吴宇宙,疾风三个人的气息,完全不在神佛和学祖之下,那绝对是半步大道主的强大气息。 他们已经被无情道道主恋成了傀儡,不,应该是分身。 屈空雷神冷冷说道,果然,赵不凡,吴宇宙,疾风三个人几乎同时开口,而且说的话还是一模一样的,屈空雷神,好久不见啊,本座睡了这么多年,总算见到了一个熟人了。 夜星辰对赵不凡三人非常了解,但是现在这三人口中的声音,却是让他感到很陌生。 毫无疑问,这是无情道道主,这三个超级天才,已经被无情道道主恋成了分身。 不得不说,这是一个悲哀,无情,你来此做什么,你已经成就了大道主,是不可能进入这个世界的。 屈空雷神冷哼道,无情道道主环视了周围一边,笑呵呵道,这个世界还真是热闹啊,比我们那个世界的道主多了,嘖嘖,还有两位半部大道主。 夜星辰很想骂一句,要不是拟压的阻止被人寄生道主,神域大陆那边的道主只会比这边更多。 正位道友,不知道来此有何贵干,臣佛问道,学祖则是双目发光地说道,无情道友,我对你可是非常敬佩,不如我们做个交易,如何。 交易,无情道道主看向了学祖,淡淡笑道,你要根本做做什么交易。 学祖连忙说道,你帮助我融合这个世界的天道,他日我们一起征战混沌大陆,我保证以你为首。 你若是不放心,我们可以结拜为兄弟。 夜星辰,神佛他们闻言,顿时脸色一变。 无情道道主三大分身都是半部大道主,一旦和学祖联合起来,他们这边根本不是对手。 第1227章情世危急,学祖,你个白痴,他都能无情道血迹整个神域大陆,你认为他会帮助你融合这个世界的天道。 你不要太天真了,夜星辰对着学祖隔空怒喝道,一旦学祖和无情道道主联手,那他们这边根本无法抗衡。 小子,你说的道也有点道理,学祖闻言,不由得看向无情道道主,一冷笑着说道,不如你我各自发誓吧,我在混沌星空古路中听你的命令,你帮助我融合这个世界的天道,这个交易不错吧。 在他看来,混沌星空古路那么危险,他们两强联合,才是最好的选择。 好啊,我发誓,无情道道主还真的就发誓了呢。 三大分身一起发誓,不过,只是分身发誓,对无情道道主本身造成不了影响。 当然,学祖也只需要这三大分身发誓,毕竟无情道道主本体是无法过来的。 只要这三大分身依据誓言帮助他融合天道,即便无情道道主本尊反悔都没有用。 交易完成,学祖满脸笑容,也跟着发誓,一众邪恶道主顿时都笑了起来。 有了这三个半部大道主级别的分身相助,再加上学祖,那便是四个半部大道主。 而对面那边,只有神佛一个,无论怎么看,他们都是赢定了。 该死,这两个混蛋,夜星辰脸色大变,心中暗骂。 阿弥陀佛,神佛也是面色无比凝重,他全身金光万丈,一片赤裂的金色领域顿时浩荡而出,蔓延了整个魔云大陆上空。 在这股庞大的金色领域之中,夜星辰等人都感到心中暖洋洋的,自身力量虽然没有多少提升,但整个人的精神状态却达到了巅峰。 老秃驴,凭你一个人可不够,却阻大笑着杀向神佛,与此同时,赵步凡也跟着一起杀向神佛。 在两位半部大道主的联手攻击之下,神佛虽然可以自保,但却没法出手再护住夜星辰他们了。 而另一边,飞风和无宇宙也一脸冰冷地走向夜星辰等人。 那些邪恶的道主也杀了过来,孙杰,你站哪边? 夜星辰对孙杰喝道,孙杰笑道,这还用说吗?我们虽然是对手,但我可不想这个世界的天道也被人融合。 说完,他冲向了雪地,因为他看得出来,雪地也是道主巅峰的存在。 五个兽族的家伙,我们挡住这些邪恶道主。 孙杰对那五个兽族道主,还有北海战神,一横说道, 他们的实力,足以挡住那些邪恶道主了,甚至还能占据上风。 虚空雷神,让你苟延惨喘了这么多年,今天该结束这一切了。 飞风一剑斩向虚空雷神,浩大无匹的剑芒将整个天空都给切成了两半, 无数时空乱流在这片地带肆虐着,天地一片狂暴。 半步大道主的强大威势,让虚空雷神脸色一变,他一边抵挡着疾风的攻击, 一边对夜星辰传音道,小子,看样子我们挡不住啊。 肩挡一挡,夜星辰连忙说道,这个时候要是虚空雷神逃了,那他们就惨了。 天火领域,夜星辰大吼,八种天火蔓延出去,笼罩住整个魔云大陆上空, 只是学祖神佛那边的领域太强大了,他无法抗衡。 不过,眼前这个无宇宙,还有季风赵不凡他们三个人, 虽然实力达到了半步大道主境界,但他们终究只十分身,所以并没有领域。 在夜星辰的天火领域笼罩之下,无宇宙和季风的实力都被削弱了三成, 这让虚空雷神得到了喘气的功夫。 不愧是八种天火的领域,都能将大道主的实力削弱三成, 若是你得到最后一种光明天火,恐怕都能将他的实力削弱五成。 虚空雷神惊叹道,同时,他也释放出自己的两种天火领域, 反正都是天火,可以和夜星辰的天火领域叠加起来,增强天火领域的威力。 这么一来,无宇宙和季风的实力就被削弱了四成了。 但是,半步大道主即便是被削弱了四成实力, 战力依旧远超夜星辰和虚空雷神,几乎是压着他们打。 翻天审应,焚天九世,夜星辰大吼,不断地打出自己的绝招, 此时他已经真正达到了道主境界, 而且还是道主巅峰,每一招都能打出十强战绩真正的强大威力。 夜星辰觉得,像五大兽族道主那种道主, 根本挡不住他几次攻击, 甚至在他的天火领域之下,连头都逃不掉。 然而,对面的无宇宙确实一刀就将他的攻击全部劈开了。 霸刀,无宇宙眼神冰冷, 整个人都化作了一柄爵士神刀, 杀得夜星辰步步后退。 就连天火领域都差点被无宇宙一刀给切开了。 小家伙,没想到神域大陆能够诞生出你这样的天才, 如果你愿意拜我为师,我便饶你一命。 无宇宙开口说道, 当然,这是无情道道主在说, 哼,夜星辰冷哼一声, 直接用翻天神印轰了过去, 他讥讽道,拜你为师。 你的那些徒子徒孙在远古时代就被你给杀光了, 我还想多活一天呢。 当初那是为了修炼无情道, 如今我的无情道已经大成, 就不需要那般了。 无宇宙淡淡说道, 尽你才怪, 夜星辰大喝一声, 他的身子陡然化着一片虚空, 跟这片地带的次元融合。 空,下一刻, 无数个夜星辰出现, 一个个都爆发出终极剑道, 空向无宇宙。 不错的剑道, 可惜你的实力终究还是差了一筹。 无宇宙淡淡说道, 他没有施展什么绚丽的手段, 只是一招霸刀, 便破开了一切, 将夜星辰的身体斩得鲜血倒飞。 完全不是对手, 夜星辰看着自己胸口上都露出来的森然白骨, 脸色不由得一尘, 即便无宇宙的实力被削弱了四成, 依旧力压他。 虽然暂时他能够勉强支撑, 但时间久了, 他依旧要死。 当然, 他可以逃走, 领悟了次元一道的他, 完全可以在半部大道主手里保命。 连虚空雷神都能逃走, 他当然也可以, 但是夜星辰的身后便是佛国, 他敢逃走吗? 只能燃烧神力了, 夜星辰咬着牙, 一股炙热的火焰从他身上席卷出来, 恐怖的神力在汹涌澎湃。 强大的气息, 直逼无宇宙, 第1228章牺牲, 夜星辰燃烧神力之后, 终于总算暴涨了一大截, 就连他的天火领域, 都在他燃烧神力之后, 增强了威力, 使得无宇宙和疾风的实力被削弱了五成。 这一增一减, 终于让他挡住了无宇宙的攻击, 但也只是勉强挡住, 依旧无法击败无宇宙。 这样下去不是办法, 夜星辰脸色凝重, 光挡住也没有用啊, 而且他燃烧神力也无法持久, 时间拖长了, 他依旧会被打回原形。 更何况, 神佛那边的状况也比他们强不了多少。 无情道道主, 你已经融合了神域大陆的天道, 为什么还不去混沌星空古路? 夜星辰大喝道, 他知道, 神域大陆那边早已经连通了混沌星空古路, 无情道道主随时可以离开。 当然, 就算无情道道主离开了, 他的意思一直依旧会掌控神域大陆, 依旧可以决定神域大陆生灵的所有命运。 当然, 尽管神域大陆现在已经没有活着的生灵了。 除非有一天, 无情道道主在外生云, 才敢有生灵踏足神域大陆。 呵呵, 你的这句身体我很喜欢, 我想要把你练成我的分身。 无情道道主淡淡笑道, 终于说出了自己的来意。 夜星辰心中一寒, 原来无情道道主惦记着他的身体, 恐怕是因为他能够吞噬八种天火的缘故。 他修炼的是天火神体, 这种功法很难修炼, 当初夜星辰也是九死一生才勉强炼成。 一旦无情道道主将他炼成分身, 那么这个分身很可能会达到大道主境界, 甚至未来还能掌握光明天火, 一举融合九大天火, 潜力无限。 也难怪无情道道主会与学祖联合了, 他根本没把学祖放在眼里, 他要的只是夜星辰这个分身。 之前还说要双我为徒, 这个家伙果然冰冷无情。 夜星辰疯狂攻击着无宇宙, 饺子, 你再不想办法, 我就坚持不住了, 我必须要逃走了。 驱空雷神对夜星辰传音道, 前辈, 再坚持一下, 夜星辰吓了一跳, 连忙传音, 要是驱空雷神跑掉了, 击风沙过来, 他们这一方就会立刻溃败。 哼, 小子, 你太仁慈了, 既然你不想办法, 那我就帮你一把。 驱空雷神说完, 分出一道神念, 朝着佛国探去。 夜星辰皱起眉头, 连忙传音问道, 前辈, 你想要干什么? 还能干什么? 现在这种情况, 只能帮你取得光明天火, 否则谁能力亡狂乱? 驱空雷神冷笑道, 夜星辰顿时眼神一鸣, 他猜到了驱空雷神的目的, 固尤德大喝道, 前辈, 你快助手, 他连忙也分出一道神念前往佛国。 佛国, 西中佛教, 不错, 神域大陆的西中佛教也搬迁了过来, 他们也是佛门一脉, 所以佛国的环境非常适合他们, 甚至他们比其他门派更快地融入了佛国。 此时, 在西中佛教的一处寺庙内, 须尤正在念经打坐。 他也感应到天空中的激烈大战, 在默默祈祷着, 抓, 突然, 一道光影铭具出来, 正是须空雷神, 脚和尚, 须空雷神叫道, 须尤认出了须空雷神, 这位强者正在天空中抵挡住一位强大的敌人, 他当即行礼道, 前辈, 不要多礼了, 我知道你是光明天火的载体, 如今我们已经遭遇了生死存亡关头, 只有你的光明天火才能帮助我们抵挡那些敌人, 不然整个魔云大陆的生灵都要被灭绝。 须空雷神的话语, 令得虚异脸色一变, 前辈, 不要勉强他, 叶星辰的光影在旁边凝聚出来, 阻止须空雷神, 虽然叶星辰很想获得光明天火, 但他不想用别人的死亡去换取, 更何况这个人还是他尊敬的佛门大师, 作为光明天火的载体, 虚异的道德品质绝对不下于神佛, 这是叶星辰最敬佩的。 小子, 你太迂腐了, 须空雷神摇摇头, 继续对虚异说道, 我告诉你你一个消息, 那位无情道道主已经血迹了整个神域大陆, 如今还留在神域大陆那边的生灵, 已经全部被杀了。 现在, 那位无情道道主来到了魔云大陆, 你可以想象一旦他们赢了, 魔云大陆会有什么后果? 如今, 只有这小子吞噬你的光明天火, 才能帮助我们赢下这场战争。 叶星辰连忙对虚异说道, 你不要听他的, 单单一个光明天火也无法保证我能够打赢无情道道主。 但这至少是一个希望, 虚空雷神说道, 阿弥陀佛, 驱一站了起来, 面色淡然地说道, 上古地藏门地藏佛说得好, 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 他随即看向叶星辰, 满脸期望道, 叶前辈, 请你一定要赢。 说完, 他浑身火光蹦陷, 驱一, 快停下, 叶星辰急着大吼, 但他只是一道神念过来, 根本无法阻止虚一。 驱空雷神冷冷说道, 打败无情道道主, 你才能对得起他的牺牲。 阿, 叶星辰愤怒大吼, 他很不甘心, 他堂堂补天教教主, 道主巅峰的强大存在, 竟然需要一个弱者牺牲自己来成全他。 面前的虚异全身上下都沐浴在洁白的火焰之中, 一朵如同九天圣莲一样洁白的火焰花朵从他体内隐隐闪现, 散发着这个世界最光明, 最圣洁的火焰。 是光明天火, 九大天火中最神秘, 也是威力最强大的一种天火。 驱空雷神眼中一彩连连, 情不自禁地赞美道, 驱一, 叶星辰咬着牙, 拳头握得紧紧的, 如果他的实力再强一些, 如果他是大道主, 就不需要虚意来牺牲自己了。 叶前辈, 一切都交给你了, 驱一对着叶星辰微微一笑, 随即他的身体逐渐消散, 成为光明天火的养料, 化为这个世界最圣洁的白色火焰。 一股浓郁的光明力量, 从这座寺庙之中升起, 席卷整个佛国。 佛国内的众生, 在这股光明力量的沐浴之下, 都感受到了一股希望, 每个人的身体都是暖洋洋的, 他们情不自禁地朝着 蓄意的方向拜了下去。 我佛慈悲, 神佛的光影在旁边显露出来, 他伸出手掌, 一颗金色的舍粒子从光明天火中飞了出来, 落入了他的掌心。 神佛看向叶星辰, 微笑道, 你放心, 我掌握的是轮回法则, 等事后我就送他去轮回, 作为光明天火的载体, 他的下一世必然会像光明天火一样璀璨。 多谢神佛, 叶星辰心中溺喜, 驱空雷神在旁边催促道, 赶紧吞噬光明天火吧。 第1229章混沌神火, 空, 摩云大陆上空, 叶星辰终于摆通无宇宙, 朝着佛国方向冲去。 无宇宙一愣, 他似乎没想到叶星辰竟然会选择逃跑, 不过他很快就追了上去。 给老子停下来, 驱空雷神一分为二, 将无宇宙给拦住了。 作为双天火灵神, 虚空雷神的身体也能够分成两份, 而且都是道主巅峰。 当然, 只是寻常的道主巅峰, 比不得他两者和一更厉害。 不过, 此时虚空雷神已经燃烧了神力, 勉强拖住了无宇宙和疾风, 但是这种状态他根本坚持不了几分钟。 然而, 这几分钟已经足够了, 几乎一秒钟都不到, 叶星辰的本体就已经赶到了佛国, 收取了光明天火。 叶星辰看着手中的光明天火, 眼中目光无比坚定。 这份光明天火承载着蓄移的希望, 也承载着所有人的希望, 更是整个魔云大陆的光明。 区一, 我保证会守护好魔云大陆, 不让这个世界再被无情道道主摧毁。 叶星辰深吸一口气, 随即开始吞噬光明天火。 他如今身体已经达到了道体层次, 吞噬光明天火速度也快了许多, 只是一分钟不到, 他就彻底吞噬了光明天火。 洁白的火焰, 圣洁的光明之力, 顿时充斥在叶星辰的体内。 叶星辰的整个身体, 都在瞬间迸发出赤裂的白光, 他像似一个神圣天使一样, 只是缺少了两只翅膀。 这一刻, 就连叶星辰的头发, 都变成了白色, 他沐浴在洁白的光明之力中, 整个人都在变强。 从道主巅峰, 水到渠成一般, 突破半步大道主层次。 当然, 这在叶星辰的意料之中, 毕竟他以前吞噬天火时, 只要每吞噬一种, 都会提升一个层次的修为, 这次也很显然。 叶星辰真正关注的是他体内的情况, 九种天火已经齐聚一堂, 正在发生着连他都不知道的神奇变化。 原本, 那八种天火被叶星辰吞噬后, 虽然并没有彼此起冲突, 而是完美地融合在一起, 但终究各自分类不同, 只是勉强结合起来。 而此时, 在光明天火的辅助之下, 这九种天火终于彻底融合了。 它们不再分为彼此, 连颜色都开始融合。 九种颜色, 包括光明天火的白色, 都在随着融合而改变。 最终, 这九种天火融为一体, 变成了一种混沌色的火焰。 混沌神火, 冥冥之中的意念, 从这一种混沌色的火焰之中浮现, 被叶星辰所捕捉到了。 瞬间, 叶星辰就明误了, 九种天火合一, 进化为了更高等级的神火, 也是所有世界最强的火焰, 混沌神火。 混沌神火是所有火焰的老祖宗, 所有世界的火焰, 所有种类的火焰, 都是从混沌神火之中衍生出来的。 如今, 九种天火反本溯源, 进化出了混沌神火。 啊, 叶星辰忽然惨叫起来, 原来是混沌神火进化成功后, 就开始熬炼他的身体, 让他的身体变得更强。 从道体, 进化为半部大道体, 最后更是进化为媲美大道主的大道体。 叶星辰的实力, 顿时暴涨了一大截, 同样是半部大道主, 叶星辰现在感觉自己已经超越了神佛他们, 毕竟他的身体比别的半部大道主强了一层。 同等级的半部大道主, 估计连他的身体都打不破, 也就无法对他造成伤害。 该收拾一切了, 叶星辰踏空而起, 朝着战场而去。 这一刻, 他感觉自己无比的强大, 可以横扫一切敌人。 饺子, 我挡不住了, 快来。 驱空雷神大吼道, 他的两个身体立刻融为一体, 然后马上就跑了。 一体两分, 而且还燃烧神力, 他已经快到极限了。 交给我吧, 叶星辰淡淡一笑, 迎向无宇宙和疾风。 你似乎变得不一样了, 嗯, 不对, 你居然达到了半部大道主境界, 这才几分钟而已。 无情道道主瞪大眼睛, 砰, 迎接他的事叶星辰的拳头, 终极拳爆发, 叶星辰一拳打出去, 可怕的终极剑道融入其中, 镇压了这片虚空, 令得无数空间都在爆炸。 无宇宙和疾风一起出手杀向叶星辰, 但却被叶星辰一拳给轰飞出去, 砸得鲜血狂喷。 怎么可能, 远处, 学祖看到这一幕, 不由得到吸一口凉气。 那小子怎么会变得这么强, 大道体, 你居然练成了大道主才有的大道体。 无情道道主脸色阴沉下来, 眼中透着震惊之色。 一切都该结束了, 叶星辰淡漠地说道, 他知道光凭自己现在的实力, 虽然可以击败无情道道主的三大分身, 但却无法击杀他们。 所以, 叶星辰释放出了自己的混沌神火, 神火领域, 叶星辰大喝道, 比天火领域更强大的神火领域出现了, 那混沌色的火焰, 散发着恐怖的波动, 让在场的每个人都感受到了恐惧和危机。 这是什么火焰? 角祖惊恐道, 他感觉自己的灵魂在颤抖, 只是看一眼而已, 他就知道自己绝对挡不住这种火焰。 太可怕了, 神佛也是一脸心悸, 他也感觉自己挡不住这种火焰。 哈哈哈哈, 这是天地间最可怕的火焰, 是所有火焰的老祖宗, 混沌神火。 驱空雷神哈哈大笑道, 他是从天火之中诞生出来的, 自然认识混沌神火。 无情道道主脸色一变, 震惊道, 你刚才已经吞噬了光明天火。 让混沌神火净化你的邪恶吧, 夜星辰催动神火领域, 逐渐笼罩住整个魔云大陆上空, 无论是神佛的金色领域, 还是学祖的血色领域, 都挡不住神火领域。 啊, 学祖惨叫, 他感觉自己的实力在急速下降, 短短片刻之间, 他的实力就下降了九成了。 神佛虽然感到心悸, 但神火领域并没有针对他, 所以他的实力并没有下降。 九成, 无情道道主的三大分身也被神火领域笼罩了, 他满脸震惊道, 怎么可能? 我的实力居然被削弱了九成, 周围的道主们闻言, 全都到吸一口凉气。 连半部大道主的实力都被削弱了九成, 那他们恐怕会被直接杀死。 事实上, 那些陷入神火领域中的邪恶道主们, 已经在惨叫着逃跑了。 就连雪地这种道主巅峰强者, 都露出了绝望之色。 第1230章 横扫 啊, 学祖救我, 学祖救命, 一个个邪恶道主们在惨叫, 无论他们如何逃, 都逃不出夜星辰的神火领域, 在混沌神火的入侵下, 他们的道体根本挡不住。 更重要的是, 混沌神火是他们这种邪恶道主的克星。 连有半部大道主的实力, 在夜星辰的神火领域之中, 都没有坚持多久, 便被混沌神火给活活烧死了, 连一根毛发都没有留下来。 雪地倒是勉强坚持住了, 逃到了雪祖的身边, 被雪祖护住了。 但是, 随后在神佛的出手攻击下, 雪祖被打得很惨, 雪地更是被神佛直接斩杀。 无情道道主的三大分身, 也被夜星辰全面压制。 他们三个本来就不是夜星辰的对手, 更别说被压制了九成十例了, 他们甚至连逃都逃不掉, 被夜星辰一一斩杀。 饺子, 是我小去了你, 没想到竟然真的被你集齐了九大天火, 还净化出了混沌神火。 无情道道主脸色阴沉难看, 但是到如今, 他已经没有办法解救了, 饺子, 我会在混沌星空古路之中等你。 无情道道主说完最后一句话, 便被夜星辰杀死了。 无宇宙, 赵不凡, 鸡峰, 这三个超级天才, 也在混沌神火之中化为了灰烬。 夜星辰心中叹息, 也许对于他们三个人来说, 这是一种解脱。 学祖, 该轮到你了。 夜星辰随后走向学祖, 已经被神佛全面压制的学祖, 只能勉强自保, 他看到夜星辰走来, 顿时吓得大叫道, 夜教主, 你不要杀我, 我可以保证, 绝对不会再融合天道, 只要混沌星空古路一出现, 我马上离开这个世界。 迟了, 夜星辰冷笑, 直接一剑杀来, 可怕的终极剑道将学祖的倒体斩裂, 无边的混沌神火, 随即就将学祖给淹没了。 啊, 学祖惨叫而亡, 远处的五个兽族道主剑状, 都吓得脸色惨白, 他们现在非常庆幸自己是站在夜星辰这一边的, 否则他们也不会有什么好下场。 这其中, 不死凤凰一族的族长有些暗暗高兴, 他觉得有无毛积在, 而且自己当初对夜星辰不差, 这次终于可以抱住一条大粗腿了。 当下, 不死凤凰一族族长就满脸笑容地凑了过去, 对夜星辰恭喜道, 恭喜夜教主实力大增, 我们魔云大陆如今终于安全了, 这一切都靠夜教主神威。 旁边的几个寿族道主都是一连鄙试, 这话完全是在拍马屁了。 虽然心中鄙试, 但是他们也都凑了过去, 一起拍夜星辰马屁。 龙族的龙皇更是连连道歉, 说自己当初被诸油蒙了心, 听信了剑宗宗主的谗言。 甚至龙皇立刻转身就去把天魔殿殿主, 生死门门主, 死神这些人给宰了, 把得到的所有宝物都派人送到了第一封。 天魔殿殿主他们早在看到夜星辰大展神威后, 就有了死亡的绝望, 但是他们没想到竟然是龙皇出手杀了他们, 真是死不瞑目。 对于这些低级战神, 夜星辰也懒得出手, 龙皇代替他出手, 那是最好不过了。 至于龙皇, 至少没有大过错, 两次对抗邪恶道主, 也都是站在他这边的。 所以, 夜星辰也就不再计较龙皇以前的过往了。 回到了第一封, 夜星辰和吴毛基等人打了声招呼, 便进入补天教道界, 来到上代补天教教主涅槃的地方。 此时, 公孙成武还在涅槃, 还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醒来。 夜星辰微微一笑, 将光明天火的力量灌入其中, 顿时整个残碱就爆发出璀璨的白色光幕。 下一刻, 公孙成武的身体从其中闪现, 他睁开眼睛, 一股道主的强大气势席卷出来。 这, 这是光明天火。 公孙成武看向夜星辰, 惊喜道, 你居然得到了光明天火。 恭喜教主涅槃成功, 夜星辰笑着说道, 公孙成武微微一笑, 但随即, 他脸上的笑容就凝固了, 因为他发现眼前这个夜星辰已经成为了道主, 而且境界明显比自己高多了。 我, 我到底沉睡了多久? 沉默了片刻, 公孙成武一脸苦笑地问道。 连夜星辰都踏入了道主境界, 而且境界比他还高, 明显已经过去很长时间了。 时间倒是没有多久, 不过, 事情发生挺多的。 夜星辰知道公孙成武才刚刚醒来, 什么事情都不知道, 当下把从神域大陆过来的事情跟他一一说了一遍。 公孙成武听完之后, 都被惊呆了。 两久, 公孙成武才感叹道, 真是多亏了你, 不然我们补天教就完了, 我现在最大的庆幸便是当初选了你当教主。 夜星辰笑着说道, 教主, 既然你已经醒了, 那么这教主之位还得你来做。 这怎么行? 公孙成武摇头道, 既然已经让出了教主之位, 哪有再回来的道理, 更何况, 你如今在补天教威望甚高, 就算我同意, 他们也不会同意的。 夜星辰摇头道, 等混沌星空古路出现, 我就要去闯混沌星空古路, 这补天教还得靠你来支撑。 公孙成武顿时恍然大悟, 不过他随即摇头道, 支撑倒是可以, 反正我现在实力不足以闯混沌星空古路, 不过这教主之位, 你还是传给别人吧, 我以后就在道界闭关了。 嗯, 也好, 夜星辰没有再继续勉强, 两人随即一起离开道界, 外界, 所有的道主都来了, 神佛, 北海战神, 虚空雷神, 一横, 五位兽族道主, 都来齐了。 无形中, 第一风已经成为魔云大陆的中心了。 这是因为夜星辰的强大实力, 任何世界, 任何地方, 实力都是唯一, 哪怕是神佛都不得不承认, 现在的夜星辰, 已经有了统治魔云大陆的实力。 就算夜星辰要融合天道, 他们都没办法阻止。 不过, 以夜星辰的性格, 也不会融合天道的。 而且, 夜星辰看到众人后, 说的第一句话便是, 诸位, 我已经在天道本源那里, 设立了混沌神火阵法尽致, 以后就算是有着半步大道主的实力, 也没人可以融合这个世界的天道了, 除非那个人跟我一样, 也拥有混沌神火。 此话一出, 神佛等人都露出了轻松的笑容。 五位兽族道主演中光芒闪烁, 但随即立刻支持夜星辰这么做, 表明自己不敢融合天道。